试音乐 音乐 试音乐 现在我们要来介绍一款 以这个珠宝构针构置的一个配件 管状编织的一个配件 搭配这个不锈钢西圈的技法 完成了一条项链 那我们先来介绍这个珠宝勾针的管状编织的技法 以及配件的编织方法 首先我们先就是要把这个珠子先穿到线里面去 那我们准备我们这个单元是以五颗珠子为一段 所以因为它是一个有点像变起来会有螺旋的效果 所以我们会用颜色来区隔营造这个螺旋的效果 那这次我准备了三个颜色 所以我们就由中间色 深色 浅色 中间色 深色 这样子五颗珠子为一段 那我们总共要加十组 这样子是一组 我们总共要加十组 那加完所有的珠子之后 我们可以把这个针先拿掉 那因为这个线头就会变成是我们开始 就是结束的珠子会变成是在第一颗编织的珠子 所以就是不要拿尾端起来编 就是你刚才针的位置拿起来做编织的动作 我们先起针 要留一小段的线大概十公分左右 那线在上针在下 往自己的方向写一个6 再将线推出去 以勾针勾回来 那起编的时候 就是五颗夹柱子的锁针 编五木 这个针木最好是跟柱子一样高 等高 也不要太松 太松整的话 你等一下编出来的那个管状编织 就是会比较松散一点点 竹子夹进来 以这个右手稍微的把它扣住 然后再把钩针往外推 勾线进来 这样子我们就起针 起了五木 一二三四五 好 那现在把它变成圆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 珠子 都让它是在圆形的外面 在外面 那我们要入针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 珠子跟线的中间 珠子跟里山的中间 这里 并没有勾到任何的线或珠子 那这里我们要做一个动作 我们要把这个第一颗的珠子往外推 把它推到这个钩针的下面来 然后再把新的珠子加进来 放在旧珠的上面 就好像旧的珠子背着新的珠子的感觉 因为踩第一幕比较不明显 那一样把它放在这个 就是前一层的前一段的那个珠子的上面 然后再勾线拉拔 就以那个管装编制的技法来做编制 入针 入的针 这个都是在珠子跟那个里山的中间入针 把珠子往下推 往右侧推 然后再把新的珠子加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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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段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可以就是顺手把这个齐端的线稍微拉一下 这样子它第一段跟第二段的那个高度 就会展现出来 如果你没有拉的话 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看到这个第一段跟第二段的差距 因为第三段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有可能入错珠子 那这样子的话 在这里就可以看到第二段的 第二段的珠子都在这里 你就不会看到第一段的 你拉了这个动作就比较明显 那如果说两颗珠子就是很难分辨的话 你就是靠右边的珠子来做编制 入针 推珠 加新珠 勾线 拉拔 拉一下它会更明显 那像这样子两颗珠子你就会找右边的 因为左边的那个是第一段的 在这里 入针之后再把珠子往下推 然后把这个线放在珠子的上面 再加新珠勾线拉拔 那以这样子的方式把十段的珠子全部勾完 就会完成我们的那个管状编制的配件 那这是最后一段的最后一颗珠子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结束之前 我们要以同样的技法编一段 就是没有加珠子的最结束的这一段 因为这样子的那个配件才会是有收收口的效果 否则这样子开开的 那我们就一样入针 勾线拉拔 没有加新珠这样子而已 那一样也要把珠子推到下面去才做勾线拉拔的动作 技法都一样 只插在没有加新的珠子进来 好那我们已经完成了最后 那我们还需要入第一幕 然后做一个勾线拉拔的动作 把它结束掉 可以再勾一个锁针 然后把它线剪断 直接把线拉出来 那这个线我们要把它长线收线收掉 这样子我们在做编制的之后才不会有两条线在这里 我们直接把这个线收到里面去 直接有这个织带的中间这样子挖 这个挖一圆穿出来 先拉进去 那因为基本上它已经有打结了 所以我们只是做一个收线的动作 长线而已 好这个就可以剪断了 稍微留一小段线 在这个珠子里面呢 也好并没有固定的 因为本来就已经打 有打结收尾 然后这个起边的线也要把它修掉 用大眼睁 它就会平的 好 那我们就再多一次 把这个线收到里面去 好 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的 两个这个管状编制的配件 好 那等一下我们要把它跟其他的配件做组合 现在我们要先把这个就是 刚才编制的管状的一个配件 把它上下各加一颗六米的珍珠 但是因为它这个有一点长 所以你用现成的那个提升来做 可能会长度比较不够 好 所以我们就取这个不锈钢的这个 22G的线 或者是24G的线都可以 那你现有的线就可以 那这里的话 我们大概就是 因为我们要把它 嗯 折成一个一圈半的 混到两圈的一个圆 好 因为我们 嗯 在组合的时候 我们希望它比较不容易脱落 所以我们用 嗯 就是 闭锁式的 但是因为补锈钢线它比较硬 我们没有办法用闭锁式的方法 所以我们就让一圈半到两圈的方式来补墙 那这里 就是 现在这个 1.5公分到2公分的左右的位置 先折90度 圆柱形工具 由外面慢慢折回来 这个圆不需要太大 可以折小一点点 接近这个交叉点的时候 记得这个 短线要在外侧 不可以让它在里面 要在外侧 然后再继续上 那这样就完成了 大概两圈左右的一个 九字的部分 那我们加入一颗六米的珍珠 然后再把这个管状变质的配件穿进来 那这边的话是我们收尾的 它会比较平 那这边是起边的 它比较不明显 所以我们由收尾的这边 中间有一个洞 我们从这边穿进去 它穿出来之后 这一端再加入一颗六米的珍珠 在90度 那我们也不需要留太长 一样就是在1.5公分到2公分左右就可以了 以圆柱前工具折缘 以圆柱前工具折缘 完成了这个90针的配件 那记得就是这个双圈 我们让它是在同一个水平 一样再转一下 让它是在同一个水平上面 这样子 那我们完成两个这样子的配件 完成两个 那完成两个之后 我们要分别跟这个金属链做结合 这个我们是以0.8乘以5的环 勾住这个系链 然后再另外 以一个0.8乘以5的环 勾上这个爱心的链条 再跟这个 不要直接跟90眼镜勾配件结合 而是勾在这个 第一个0.8乘以5的环是上面 那第二侧一样的做法 先取一个0.8乘以5的环 勾住系链 这个管重配件结合 必说起来 再拿另外一个0.8乘以5的环 勾住这个爱心 那这个爱心的话 爱心链的这个 我们剪断的时候 会有一个剩下的这个 要把它拿掉 这个是原来金属链的时候 像这样子 中间有一个横置的这个 我们剪开来的时候 它有可能还在这里 那这个我们要把它拿开来 这个不要 那有时候剪的时候有点紧 那我们就要用工具 不要用手 用工具辅助把它搬开来 让它松了再拿掉 在这个0.8乘以5的环 勾到这个爱心 那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链条 在做第二侧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不要让它扭到了 好 那我们要让这个爱心 是这样子的 佩戴的时候 心形超上 就是那个新的形状 要让它跑不出来 你要的方向要确定 然后再把它勾到 刚才加的第一根 0.8乘以5的环里面 再把它闭缩起来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就是 两侧都加好之后 就等于在这个中间 加上两条金属链 那接下来我们要在这个 系列的这个金属链的中间点 开始来做编织的动作 那我们以刚才同样的方法 做一个 九字针配件 0.6乘以3的梯 加入珠子之后 圆着珠子折90度 圆着珠子折90度 那一样我们也要做一圈半的圆 所以可以留1.5公分到2公分的距离 工具折圆 那这样子的配件 我们总共要做 这个十米的绳色一颗 然后八米的绳色 一二三四四颗 然后中间色的八米两颗 八米的浅色有四颗 一二三四 这个还有一个六米的珠子 一二三四五六 六颗 四米的珍珠 一二三四四颗 那我们依序把它做好 再来做组合的动作 我们说的 五角 可先来切成四个大厨 五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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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